主料,鸡蛋四个,低筋面粉八十克,辅量,牛油五十克,盐一克,白砂糖八十克,水四十克,准备时间,十分钟内,制作时间,三十分钟到一小时,先分离蛋黄和蛋清,蛋清领的在无水无油气泥中备用,另一滴粉过晒备用,蛋黄做在热水中分次,加入四十克的糖打发,打发质这样浓稠就可以了。 加入牛油和水的混合液体切拌匀,分三次加入滴粉切拌均匀,拌制无颗粒的面糊,我把面糊倒入另外一个干净的碗中,原来的碗粘打发拌面粉,旁边会有许多死面,分三次加糖打发蛋清,打发质如图的干性蛋白集合盐再打出泡后,和第一次加糖时加入,取一小部分蛋白制面糊中切拌均匀,然后全部倒入剩下的蛋白中, 切拌均匀,拌好的蛋糕糊很浓稠,倒入一模具里,抹平,并轻振几下,送入已经预热的烤箱中层150度30分钟,烤好的蛋糕立即取出刀坑,再烤网上晾凉,然后切快享用吧。 这样做的蛋糕是不是也很蓬松,很热的口感,烹饭技巧,蛋黄的打发一定要打发质浓稠,如果没有打发到货蛋白没有打发到外,蛋糕就会不成功哦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感谢观看